大家好 今天是6月29日 星期二 昨天不好意思 請了一天病假 今天基本上 都可以說 恢復到 九成狀態 昨天放假 但其實有看著市 特別是 看到李玲 表現就很強勁 今天也想跟大家 分享一下我對李玲 一些最新的看法 但除此意外 今天也有一些 新股暗盤 內雪的茶 和和黃衣藥 兩隻 表現都似乎令大家 有點驚訝 內雪的茶 升不起來 甚至乎 有段時間還倒掉下去的 暗盤架 和黃衣藥 才得很強勁 先拆解一下 內雪的茶 內雪的茶 其實有個古蹟 我一直都覺得 不算特別 為什麼呢 做這些 我自己很少喝的 因為我辦公室是中環 中環也有幾間 其實都很出色的飲品 我覺得無理是高的 但問題是 加上燈油火辣 除非你真的 開了一個量很大 如果不是的話 這些都是微利的東西 而且 行業之間的競爭很激烈 所以我對他們的看法 比較重 但內雪的茶 其實看回 它的古蹟不是便宜的 它說的是差不多 整間商店 如果用招股價的上限去計算的話 它說的是差不多 三百多億的市值 值不值得見不見 而且它也是 在上市之前的時間 狂谷開了很多媳婦 所以 你說是否真的 可以 應該怎麼說呢 除非你說 這間企業 可能賺多少十億 如果不是的話 三百多億的市值 它的股值一定是超貴 因為這些 嚴格上 你又真的可以說 我不覺得 它跟餐飲股的股值 可以差很遠 是的 你說那些餐飲股 即不是算那些 什麼 海底老闆 即是本地餐飲股 你二十幾三十倍 其實都不算便宜 所以這一隻 我想我暫時比較中性 我看得一般本 不是專業 不是專業 看得很樂觀 即使和王醫藥 就真的 令大家有驚喜 你看它的股價 今天反而訂了一圈 暗盤價 做得很好 但已經可以解釋 為什麼呢 話說 原來和王醫藥 在英國上市 而它的股價 在過去這幾天的時間 升得很厲害 即是先升定了 所以便要扯高暗盤價 這隻也挺有趣的 不過之前可能沒有特別的意義 它應該要上市 這點 所以現在 它的股價 也要升上去 但沒有的兩隻 你說現在 追不追貨 過了去就算 過了去就算 但你或者 內選即查 假設大家 今天 暗盤無辜貨 明天便自己看位走 明天你能遇到有些水位的話 我想可以自己考慮一下 搞不搞磅 說完這些 不如先說一下市 因為今天看到市跌了二百零三百點 大家好像突然覺得市好像很差 但嚴格上 都已經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不斷跟大家做到一些分析 即是說市跌下去下去 未來是二萬八千五、二萬九千五 這個區間上落 其實這個區間上落的情況 是沒有改變過的 都仍然在走著 而且如果以第二季去看的話 指數 其實現在大概是升六百多點左右 也有得升的 升六百多點不多 但又變成 沒有前途上市是處於拉鋸的狀態 所以 沒有 都是那句 其實市都是 炒股不炒市 雜誌都會是 那 那 市有什麼情況 不過說兩件事 就要留意一下 因為內地的流動性 過了上半年 即是過了明天的時間 那 會不會有機會又緊迫呢 這下要大家短期的時間 留意著 如果內地的 流動性短期的時間 是收緊的話 那 對於A股 對於港股 可能都會不利 那 這個 大家要密切留意著 即是未來的 內地方面 那些貨幣的流動性 流通性 看看那裡會不會 會不會 有什麼特別的提示 那 我答應過大家說一下 李寧 其實那晚 即是星期五那晚 在LOW有一個節目 我都有說過李寧 那 其實 先說一些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 其實這次的營起是厲害的 真的厲害的 所以昨天那一刻 爆升上去 我 有升兩成多是意外的 但有一天爆升上去 就沒有什麼 是正常的 因為業績的營起 是真的厲害的 而且 你看回一些內地的數據 都厲害的 你看到他原來 在新加密事件之後 他四月份 天貓的銷售 增加了800% 即是八倍 同期你看到 Edidas和Like 它大概 銷售的銷售 跌了七成多 至五成多 那你可以說 李寧 真的 李寧 還可以說 李寧 李寧 很可愛 李寧 在之前的時間 找了一個內地的明星 叫超戰 做代言人 這個超戰 本身在微博上 都好像說 有2800萬個粉絲 我想 因為這些宣傳策略 對於他有些幫助 而且 原來李寧 之前 他一直以來 他沒有減價 所以 他的品牌 可能 他不是靠減價 去吸引客人 去買人 自己的公司 這個 又可能是 一個賣點 令到 他的業務表現 是厲害的 是厲害的 還有 之前有句 和大家分享過 沒有錢 買利寧 現在說以前的時間 就是說 你沒有錢 就買利寧 但現在怎麼辦 現在是 因為太貴了 所以就沒有錢 買利寧 這樣 這個是利寧的賣點 但是 他有沒有一些個人之處 是不是真的去結束商 或者去R&D 是不是很厲害 是否足以可以取代 一些外國品牌的地位 我看過很多內地的文章 就覺得 還未至於 可能你說 要去和 Nike Eddie 那些比的話 都還有一些距離 所以 變了 我就覺得 現在迷思 就是說 究竟現在的價值 是否值得這些 叫做估值 因為 不便宜 不便宜 所以 現在這位 不敢叫大家追 就是說 我個人覺得 他的業務表現 是厲害的 之前 你說有課 買追 都沒有什麼意見 但現在這位 真的要想一想 究竟他的賣點 或者他的優勝 優勝 優勝之處 是否真的這麼明顯 甚至是 是否真的這麼厲害 這個我覺得 是有得心著的 這樣 那 安斗的情況都一樣 所以 現在 這些股份 就像可以說 有課 拿可以的 但沒有課 追 就不太建議了 這樣 那 再說一下大家的問題 那 首先 不過也說到什麼 我見到朋友問 1579 即是移海 趁機說到海德洞 因為 都有些關係 海德洞的股價 突然之間 彈得很厲害 那移海也是 大家可能不明白 不知道什麼原因 因為事源就是 內地 好像北京市那邊 近日 我們知道 有些 叫做 鼓勵夜生活 不知道什麼的 不知道什麼 什麼 不知道什麼 現在怎麼說 但是 就類似是 那些人可能 晚上吃宵夜 那些 話說 好像說 海底洞 北京的門店 就其餘如是 很多人幫忙 而且 海底洞的分店 還要一天做 22個小時 就是客人太多 這樣做 可能因為這樣的情況之下 導致到 今天的股價 抽了上來 而海也是 不過 你說這些的幫助 是不是真的這麼大 甚至是延續性 我覺得是要看的 我覺得是要再觀察的 因為 這些消息 可能是一些 個別地區的消息 還有 經常說 如果這天說到 轉勢 如果中聯轉勢 就不只升一兩天 貨幣 有機會會再升上去 所以 都不用急著 追貨 說真的 你都知道 那小樓的東西 若開 是一條老的 而且 如果這麼弱的話 你說是否這麼快 可以說 沒事呢 都真的兩看 所以 我會覺得 如果大家現在這一刻 是否有貨 不妨再等等 等下 等下 確認了 再追貨都未遲 也不相差 一時三刻 對吧 那 那 再說一下其他玩法 968 其實 我一直都堅持地覺得 它不是太差 即是不是現在這一刻 那 都很幸運大家 沒有被震走 當然 博價已經由低位累積 超過七成上來 那 到這些位 現在 現在 還有沒有機會再升上去 那我覺得機會有的 不過 短期 短期 你預算了 可能會有些整齊 因為有低位打算太多了 而且 上星期的時間 他跟大家分享過 什麼 我們有些光復建築 有看法的消息 令他的價 叫我頂遲了 所以現在 我覺得 這個光復玩法 還是很好的 但是 可能就要 先得到 那 騰訊短抽 沒什麼意見 他一直的波幅這麼大 短抽都可以 但是 我也是傾向於長渣 這樣 而 3500 那些 嗯 3500 就 雞光西銅 銅價 我看法還是比較正面 但是 好像 你看到 那些 原材的那些 那些 就這陣子弱一點 可能和 美金強的關係 不太肯定 但是你說 如果可以的話 江西銅 等一等 因為資源價格 和資源庫的走勢 其實這一轉都比較難觸摸 那我會建議 現在 如果假設你沒有入市的話 等一下 不要緊急 會比較好些 另外 金碟和浮博 說真的 沒有什麼意見 因為 浮博 其實對於他的研究 就 看過一下 而且我會覺得他有趣 就是 我對他的看法 其實每個程度上 覺得是 樂觀 而且 賣點的設定點 會比較多 相比之下 金碟 就不喜歡 如果金碟的話 我寧願買三五四 因為 三五四的業績表 已經比較實 金碟就比較 我覺得 是靠多 不是本業的事情 去做到 所以 如果問我 我寧願 建議 你怎麼加三五四 我不喜歡這隻金碟 就是這樣 好了 那今天暫時就這樣 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再留言給我 明天的時間 我都會照顧上班 和大家照顧大家的問題 我們先講到那麼多 我們就明天再見 再見 好 再見 再見 再見